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木 木是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一棵由树根、树干和树枝组成的树表示木 木可以做偏旁表示与树木材等有关的意思 古人的生活离不开树木 因此造字时在木的不同步骤加上一笔 就变成了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意思 在树枝的上面加上两个小小的树枝就变成了胃 胃是刚刚浓发的还没长大的嫩芝和嫩芽 所以胃可以表示还没有的意思 如未来就是还没有来 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林 里有两个木组成 二在汉字中表示多和一些的意思 两个木就表示有一些树 很多树 在一片土地上长着许多树木 就是树林 森 森由三个木组成 森在汉字中表示非常多的意思 三个木就是非常多的树 树木丛生 茂盛的样子就是森林 因为森林中树木众多 枝叶茂盛 遮天蔽日 所以森还可以表示光线不明 幽暗的意思 如阴森森 森严等 看小视频绝大语文 土 土地里面有神灵 一个凸起的土堆的样子表示土 土可以做偏旁 表示与泥土 突出等有关的意思 古人把土写成一个土堆 表达对土地的憧憬和热爱 土地承载着万物 人类的畜牧 龙羹都依赖土地 因此古人将土地当神来击败 这个土堆就表示土地神 柿子旁加土就是社 柿表示神 加上土 摄就是土地神 古人每到冬天 都会欢聚在一起 进行踩高鞘 扭秧歌 点篝火 等祭祀活动 来感谢土神 这种活动就叫摄火 看小视频 历是一种浓用工具 历是古人用来耕中 离地的工具 现在叫做梨 木梨拿在手里非常笨重 需要很大力气的人来操作 所以历子后来就有了力量 力气的意思 历的右边加个口就变成了家 家表示大家一起离地时 嘴里喊的劳动耗子 比如 嘿哟 嘿哟 他喊出黑的时候 就一起用力 这样众人的力气 就会加在一起 就能将沉重的木梨 拉动了 因此 家也用来表示增加 家上的意思 看小视频 绝大语文 心 有四个小房间 心在我们的胸腔里 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器官 它不停地跳动 把血液送到人的全身 心这个字 就是一个心的形状 做偏旁放在左边时 写作竖心旁 放在下边时 写作小右边加一点的样子 表示与心脏 思考更有关的意思 心脏是一个中空的器官 由四个腔组成 上面为心房 下面是心室 心房心室 又分别被隔开 成为四个小房间 古人认为心 是人用来思考的器官 所以表示思考的汉子 几乎都有心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